fansupermart.com 不少投資者都有擔心過中國會有硬著陸 即是經濟增長會突然大幅放緩 由於剛剛公佈了第三季的經濟數據 我們今天就會看看中國經濟究竟會不會繼續放緩 上個月公佈的GDP數據顯示 內地經濟已經放緩至到7.4%的水平 即是已經連續第七個季度放緩 而且亦是低於政府的7.5%增長目標 雖然增長是有明顯放緩 不過人行仍然沒有繼續採取一些寬鬆的貨幣政策 去支持經濟的增長 其實人行由7月初開始暫停減息 或者調低存款準備金率 主要因為通脹和流價回升的風險仍然存在 雖然是這樣 當局仍然持續在公開市場上進行一些易回購的交易 去增加市場的短期流動性 透過一些易回購的操作 人行6月以來的淨資金注入 已經是等於三次的50基點存款準備金率調整 不過其實我們認為內地經濟狀況已經不是那麼差 在10月份公佈的數據已經顯示中國經濟前景開始穩定下來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出口增長明顯反彈至9.9% 連續第三個月有改善 如果我們看出口至個別地區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數據主要由來自美國和亞洲需求反彈推動 不過出口至歐洲仍然維持疲弱 至於三頭馬車另一個因素 投資最近在9月份也有輕微的改善 而且零售銷售也反彈至今年3月以來的高位 雖然這些因素都不算做得特別好 不過至少三個指標都沒有繼續惡化 至於中國市場的展望 雖然第三季的GDP數據只有7.4% 不過市場對於這個消息的反應似乎都比較正面 導致中國股市上個月跑贏我們看的所有其他市場 隨著經濟前景開始有改善 而人行繼續採取一些寬鬆的措施 這兩個因素都會為內地股市帶來上升動力 最後中國市場股值和上升潛力仍然都是非常吸引 所以我們相信現在仍然都是一個好時候投資中國市場 如果公開這段是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會許多可屬來電影 去年8月1日半 那 Hollande 下午5時5時6時26分 在零含零售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